黑暗杂鸡与贝里亚相比谁强谁弱 一边是人造诺雅黑暗杂鸡 一边是终极邪奥特曼贝里亚 这两位方针一起比较 谁弄更上一筹 本期是命题台来自于小五段 神风破浪特种兵 他的点阵有300个 直接安排 咱们先说黑暗杂鸡 死杂鸡非比杂鸡 从外表上看出去 就相当的黑暗恐怖 全身上下只有黑色与红色 似乎在告诉大家 黑色是我的本质 红色是你流淌的血液 我黑杂鸡天下无敌 诺亚奥特曼冲过来就是一巴掌 刀太盾 马太兽 小杂鸡不要跟我斗 好家伙 黑暗杂鸡也学过孙子兵法 36级走为上级 泡泡好的黑暗杂鸡越想越气 你们这些奥特曼就值得欺负人家 今天我非要找个软柿子捏一捏 好久不久 黑暗杂鸡碰到了贝里亚 贝里亚准备邀请杂鸡加入团队 一起征服宇宙 黑杂鸡他不领情啊 今天我就是来打架的 说完贝里亚与黑暗杂鸡开始了对战 贝里亚无论是身高还是体重 都占有一定的优势 黑杂鸡身高50米 体重55万吨 贝里亚身高55米 体重60万吨 如果对待的情况下 贝里亚越胜一筹 如果双方开启技能大招PK 贵贵 于是将会瞬间反转 黑杂鸡直接环抱贝老黑 这时有机智的球员就说了 车问啊 今天你就过分了 凭什么贝老还打不过黑杂鸡啊 理由很简单 虽然两边没有真正的对战过 咱们可以通过与其他人物的对战 分析出谁强谁弱 黑暗杂鸡可以与洛亚奥特曼 打得有来有回 贝老黑却被赛罗奥特曼打败 然而赛罗 仅仅是获得了洛亚奥特曼的武器 就这么简单 一个能与洛亚本人过招 一个被洛亚的武器打败 所以很明显 黑暗杂鸡 晚上 感谢小半点的工作 超温数的一人 下期给你穿